《拜托了!哈娜》 歡迎來到《拜托了!哈娜》 我的天啊 我的天啊 給你一點甜甜 讓你今夜都好眠 我的小鬼小鬼 抖抖你的眉眼 讓你喜歡這世界 我的寶貝 真的時候有個人陪 我的寶貝 讓你知道你最美 好好聽啊 我們要猜猜猜得誰好不好 能猜出來嗎 因為剛才那個歌 不足以猜出來 我想請她唱兩句 她的成名曲 歡迎 她是誰呢 李慧珍 歡迎 好酷啊 妳的出場方式 來小朋友 跟這個阿姨一起走出來吧 歡迎李慧珍 歡迎 這位媽媽好 雖然我們都是媽媽 但是其實媽媽當中 有好多你的歌迷 那我們也歡迎一下大家吧 歡迎今天到場的每一位 京東母嬰辣媽團的媽媽 歡迎你們 我就覺得邀請她很長時間了 那我說一定要說一下這近況 她現在也是一位媽媽了 因為她其實想要小朋友很多年了 通過不懈的努力 來讓她收穫自己的近況 現在我有一對雙胞胎的姑娘 真的幸福啊 現在多大了 兩歲七個月快三歲了 來跟我們大家說一下 幸福不幸的那種感覺 我可以說就是 覺得整天都看不夠 我經常會 他們睡著的時候 我都會就這樣看著他們的眉眼 我曾經這倆孩子來了之後 我把自己完全忽略到了 然後沒有逛街了 沒有看電影了 對 自己的東西都不買了 我想想問一下慧珍 就是因為靳姐也有一個女兒 我也有一個女兒 但你有兩個女兒 就是有兩個女兒是什麼感覺 就倆小棉袄 對 她們性格差異有嗎 太大了 太大了 就是 我們家老大屬於比較活潑 然後笑的那個點特低 然後基本上 比如說比較高的那種櫃子 你就看她 只要給她一小板凳 抓抓抓 她就上去了 就是她的那個手腳的那個平衡能力特別好 然後我們家老二屬於 我經常比如說做錯事情了 比如說她欺負她姐了 我說你過來 跟姐姐說對不起 她會說 姐姐對不起 她邊說 然後她就手就上去了 開始欺負 反正 我現在已經很忐忑 因為現在經常 那個我稍微那個 一說那個老二老二經常就是 媽 妳不能這麼說我 我生氣了 走了 我跟妳講 她就走了 在這時候呢 我們要請妳跟我們完成一個任務 是的 因為在我們的節目裡面 新加了一個板塊叫 寫給未來的妳 就是請慧珍跟自己的寶寶 說一段心裡話好不好 對 我們都來聽一聽 如果大家願意的話呢 也可以自己寫一封給寶寶的信 然後上傳到我們拜託了媽媽的微信 也許我們就會選請妳這封信 來表達一下妳對寶寶的愛 來 我們有請慧珍來為我們讀這封信 親愛的依依諾諾 這是媽媽第一次用這樣公開的方式 給你們寫信 你們倆的到來 給這個家庭 給所有的親人們 帶來了無上的快樂和驚喜 也使我找到了延續生命的希望 媽媽一些還記得 那會怎麼都看不夠你們倆 特別希望自己就這樣 一動不動的守著你們 保護你們 一直到你們長大成人 哪怕就是現在 媽媽經常也會覺得 當初為你們 挨的那幾百針 為你們當初受的苦 都是值得的 媽媽希望 能做你們的好朋友 無話不談的知己 最後媽媽想跟你們說 寶貝 未來的日子 還很長 請你們好好地用心 去感受這個世界的美好 用心去體會周圍的人 對你們的愛 用感恩的心 去對待餘生 聽了李慧珍寫給兩個寶貝女兒的信 電視機前的媽媽們 是不是也被感動了呢 在成長的道路上 李慧珍還會遇到哪些煩惱呢 今天我們也請到了北京新世紀 去父兒醫院兒科門急診主任 陳英辰主任 為李慧珍和各位媽媽們 答疑解惑 另外李慧珍第一次做客 拜託了媽媽 主持人李靖 也為她精心挑選的禮物 所以從我們的熊寶媽精選 給本期嘉賓選一個禮物 因為我覺得嬰兒車 因為兩個寶寶兩次半 應該什麼都有了 所以我覺得還挺適合 推薦給你的也挺適合 因為她寫的是零到三歲 這是一個寶寶 這樣的一個防降噪的耳機 不知道你有沒有聽說過 我知道 這個也是特別適合小孩子 對 兩個兩個你們家兩個 太好了 因為這個小孩子的那個小的時候 他那個耳朵能聽到 我們大人聽不到的一些東西 很敏感 是非常的 比如說坐飛機 那個小孩通常會因為那個耳鳴的聲音 就會哭鬧 還比如說裝修 不 我覺得是我練歌的時候 他們的胎上 真的是 去看演出的時候 對 比如說離著音響特別近的地方 我們今天就還有一對雙胞胎 然後你試一下 它那個會自動調節的 我剛才試了一下 就會根據寶寶的頭部的寬窄 自己來調節 她這個是兩到十歲的時候 都可以用 真好嗎 對 正好這兩個寶貝是三歲 正好可以用這個耳機 好玩嗎 太可愛了 咱們孩子的這種 對這種聲音的耐受能力 肯定比成人要差很多 所以呢 一個是我們 如果可能的話 要減少孩子坐飛機的這種次數 當然如果是 因為現在出去玩的次數也多 如果我們必須要坐飛機的話 我們就要坐好寶貝 在媽媽眼裡 孩子的方方面面都需要保護 和格外注意 有的時候 孩子身體不舒服 小問題常常發生 弄得爸爸媽媽們揪心不已 中國醫師協會兒科醫師分會數據顯示 我國每千名兒童的兒科醫生數 約為0.26個 每個兒科醫生要照顧 近4000名兒童 北京某兒科醫院 每天接待近6000人次門診 高峰期更是達到了8000到1萬人 每天上午就診的病人接近3000人 假設75名醫生同時出診 這些醫生必須不停歇 才能在上午的4個小時內 看完60個門診病人 所以去醫院 在爸爸媽媽心中 是一件很糾結的事兒 兒童醫院人太多 看一個病要花上許多時間 而且還害怕交叉感染 不去的話 又擔心寶寶耽誤了病情 去不去去不去 到底該怎麼辦呢 拜託了媽媽會定期給大家 分享育兒知識和福利 想不想一起加入我們的育兒交流群 方法就是關注 拜託了媽媽微信公眾賬號 點擊左下方我要進群 就可以馬上加入我們了 還沒有進群的媽媽們 快快加入我們吧 有這樣煩惱的請舉手 好多人啊 對 還有沒舉手的 估計是不是就不猶豫 馬上就去了 我跟你講 真的是一個問題 去 覺得小題大做也許 不去 耽誤了怎麼辦 我們先問一下陳醫生 剛才裡面寫到的那個 我有點沒看懂 多是醫生就診 真的那麼恐怖嗎 就是我們的那個門診大廳 永遠就像火車站 而且還是春運時期的 就是特別特別的冤极 所以我就在想啊 到底什麼病 在家裡自行處理就可以了 對 咱別去 你看著等三小時八小時的 所以這是一個 我覺得挺難的問題啊 所以我們這期 一乾脆就把這事兒聊透了好不好 是啊 所以我們就特別 就總結了寶寶最常見的症狀 那我們先看一下大屏幕 是怎麼為我們總結的 好 一發燒 二咳嗽 三嘔吐 四腹瀉 我們自然要問到慧珍啊 那什麼病 你在家裡基本就是 就覺得我一覺得不對 就要往那個醫院送 首先我們家兩個孩子 快三歲了 一共加起來他們倆去醫院的次數 在我的概念裡面 次數應該不超過四次 那很少 我的一個就醫習慣是這樣的 不管孩子發生什麼樣的狀態 我先看他整個人的精神狀態 這是一個 第二個 能不能吃 能不能有吞咽的困難 第二個就是睡覺 然後其他的 只要他活蹦亂跳 我基本上就忽略不計 但是我會 比如說腹瀉跟嘔吐吧 我可能會泡一大杯的 電結汁的水 放在哪兒 就當平常的水喝 剩下的就讓他繼續的拉 我覺得她是一個 特別特別有經驗的媽媽 有兩個條 就是大大的點讚 一個就是說 觀察孩子的精神 就是咱們小孩子 就是在座的這個媽媽 就是觀眾也記住這句話 孩子重不重是不是要去看 孩子的精神是我們最最要注意的 如果孩子精神不好去看 肯定是對的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 當你發現孩子跟平時 差別特別多的時候 就是需要看的 那麼遇到這些事情的時候 然後我們是不是去了醫院就能好了 或許說病情加重呢 我們來看一下 你會怎麼辦 這邊有專家支招 這邊我們 這邊是要讓慧珍來填血的 來 如果孩子發燒 你在家會怎麼辦 我肯定是先觀察孩子的這個 狀態 整個狀態 精神頭 就我們說的精神頭 然後呢 一定會打開她的嘴巴 看她的這個喉嚨部分 是有紅腫 還是說有泡疹 這個字型來分辨 如果她什麼都沒有 我就會繼續觀察 如果說她過了38度5 精神很好 我就用物理降溫 我的物理降溫呢 是一個很特別的招式 很多很多朋友 媽媽會說擦 拿那個接近於體溫的那個溫水 然後拿毛巾擦 而我是喜歡讓孩子玩水 水溫呢 適當的可以在41度左右 稍微高一點點 然後她有塊小毛巾 這個小毛巾呢 我就會把它放在她的大椎穴那裡 就是頸椎這個附近 對大椎穴這兒 然後就讓她自己玩水 然後玩得差不多了 然後你可以適當地 如果她不願意出來 你就再加點水 如果差不多了 你就趕快 發燒玩水 我媽會把我殺了 然後那個出來之後呢 就讓她開始大量地喝電解質的水 就讓她放那兒自己喝 渴了就喝 當糖水喝 它是有一點甜是嗎 橘子水嘛 行 李大夫你可以做什麼 你都講完了 我就要下崗 但我們要再印證一下 看著寫的這個答案 是不是也是一樣的 來我們讓那個陳生結合 慧珍補充一下 對啊 所以那個媽媽採納的這個措施 非常的正確 一個就是如果我們 體溫是低於38.5的 就可以物理降溫 剛才那個慧珍說的就是 讓孩子泡這個溫水浴 吃特別特別好的一個降溫方法 那麼一般的一個是 孩子泡溫水浴的時候 他特別開心 對 讓他喝水他也OK 是的 那麼如果是38.5度 可能你光用屋裡降溫的方法 就降不下來 那麼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讓孩子服用退燒藥 一般是泰諾呀 泰諾琳啊美琳啊 都是可以的 對 陳醫生我想問一個問題 就是35 38.5這個度是非常要精準的去掌握嗎 比如這個38.6和38.4 有什麼特別大的區別嗎 對 這個問題特別好 因為很多媽媽就是 晚上睡覺的時候 她就量體溫表 38度4等著 然後38度3等著 因為知道會不到38度5嗎 完了就不睡覺 其實呢沒有那麼嚴格 你比如說你38度4在夜間的時候 孩子比較鬧 或者是38度5 38度6 給孩子吃退燒藥 都是沒有問題的 差0.1 0.2都沒有關係 因為小朋友 穿退燒藥體温 退了以後 她就能睡得比較好 我家孩子一感冒 就是一發燒 姥姥就給吃美琳 退下去了 第二天到了傍晚又燒了 所以老人就會說 這美琳怎麼吃了還發燒呀 這個問題特別特別普遍 完了家長就說 這個藥一點都不管用 然後我們退燒藥的這個作用的時間 就是這麼長 所以美琳她不是藥 是退燒的 她就是退燒的 對這個症狀的 所以其實我有一個 比吃退燒藥更好的辦法 我是雙管齊下 我會讓用那個溫的毛巾 然後不要弄得那麼乾 就是差不多 我會把它附在大動脈著 骨溝的大動脈著 骨溝的大動脈著 她說的放在這個大動脈上 這個是非常好的 好棒 謝謝 我們也希望像慧珍一樣 都成為有知識的媽媽 那慧珍呢也可以跟我們一起 繼續長知識 如果你想長知識的 就拿出手機 掃描我們屏幕上面的二維碼 關注拜託媽媽微信公眾號 再回覆長知識這三個次 就可以獲得特別多的 育兒方面的知識 還有資訊信息 我們現在屏幕上 出現這是什麼呢 就是說寶寶發燒到什麼情況下 就一定要去急診就醫了 這個時候就別在家再撐著了 對 因為實際上家長就是總是擔心 給孩子疾病耽誤了 這個是家長最恐懼的事情 那麼一個就是剛才 我們反覆說的 如果發燒 體溫對到正常的時候 她的精神也不好 我們是要就醫的 那麼有的家長說 她39度多 她一直鬧 那肯定的 我們不要觀察她 發燒時候的狀態 要觀察她體門退了以後的狀態 體門退了以後 火蹦爛跳的 就不用很慌 就可以在家觀察 第二個呢 就是說我們發燒超過三天 還是建議大家帶孩子去看一下 因為畢竟還是時間略微有一點長 因為我們要是說看一些退燒藥的那個說明書上 她也會說不要超過三天 那麼她不是說不能再吃了 而是說你三天如果一直燒 你要帶孩子去看一看 這樣子呢就保險 不要有什麼病干物了 是不是有什麼炎症 對沒有什麼炎物了 就是不好 對 那麼還有呢就是說 如果我們發燒 比如說兩三天 同時有咳嗽 發燒和咳嗽同步加重 就是說燒越來越高 咳嗽越來越重 我們還是要去看的 是不是有可能是肺炎 對 就怕孩子是肺炎 就這種情況 當然如果體溫退了孩子 如果咳嗽多的話 可以觀察 如果兩個同時重 就要去看 這個 那麼還有一個 這個容易被家長忽略的 就是說發燒的時候有皮疹 我們家長要注意 就是說孩子如果發燒 每天早上起來 還要睡覺之前洗澡的時候 給孩子看看皮膚的情況 有皮疹 如果有發燒有皮疹 就帶孩子去看看 有的家長就是 孩子只要發燒就是 上午看完一個醫院 下午看完醫院 看醫院晚上再看 沒有家人的呀 特別普遍 我就是保 就害怕 而且就是說 你看那個大夫不行 還燒 怎麼可能一天就退燒呢 對吧 其實就是家長的心情 我們能理解 但實際上 這種的就醫 很多的時候都是太沒有必要了 對 那麼如果你第一次帶孩子 看孩子發燒 那麼觀察兩三天 再不退再去看 不要反覆地去看 來我們看一下 剛才是發燒啊 下一個 咳嗽 來回家寫一下 什麼時候 在家裡你是怎麼處理 孩子咳嗽 也是先觀察 然後爭取呢 其實大家知道這個喝水 也是一件多好的一件事 擺開水 因為中醫講就是使尿表皮 就是我覺得是排毒啊 使尿表皮 使尿表皮出汗 就是多喝溫水 水溫適當地可以再高一點 就加大量 讓他把體內的這個排走 然後就是檢查他的口腔 是不是有炎症 是不是有白點 我一般依照這個來判斷 如果說裡面很好 那就咳吧 那麼咱們在這個孩子 有比較輕的咳嗽 比如說有五六天了 但是每次都咳嗽 聲音很少 頻度很少 這個其實咱們是不用服藥的 喝水就可以 對 咱們一般的小感冒 一週到十天的時間 它自動就好了 那麼什麼樣的情況 咱們需要給孩子 服用這種正咳藥 他主要是白天咳得很多 沒法玩 只要呆著就咳嗽 呆著就咳嗽 我們可以給他 服一點正咳藥 讓他能日常的生活 可以 還有一個 就是晚上睡不好覺的 對 還有一個就是 晚上睡不好覺 就是因為孩子 夜間睡不好覺 他沒法休息 他疾病沒辦法恢復 所以如果孩子夜間 咳得沒法休息的時候 我們可以給孩子 服用正咳劑 那麼在整個的過程當中 服一些忠誠藥 是可以考慮的 因為一般咱們 止咳的這種藥 大多也有點清熱 力變的作用 對他整個的灰道感染 恢復是有一些幫助的 但是不要說換來換去 或者好幾種同時吃 是因為老不好 對 因為咳嗽老不好 對 就來回來去 好 我們來看一下 什麼情況需要去醫院呢 就是咳嗽過程中 出現發熱症狀 對 一般咱們感冒的 這個過程呢 大概是 大多數是先發燒 所以家長有時候 我怎麼突然玩得挺好的 發燒了 然後發燒一兩天兩三天 體溫開始降 出現咳嗽 對 這種是一個普通的感冒大多 但是如果孩子上來就是咳嗽 那麼一開始不發燒 咳嗽越來越重 然後出現發燒 這個時候我們反而要警覺 有可能是什麼 這個有可能是氣管炎肺炎 對 所以一般如果咳嗽越來越厲害 同時出現發燒 而且稍微越來越高 這個時候我們要去看 反而要注意 對 要去看 次序的問題 對 對 對 剛才我們說一般的感冒 就可能是三五天 最多是一週 或者七八天的 這樣的一個咳嗽 你一般在三五天的 就五六天的這個時間 它應該是一個減輕的過程 是 對 但是如果在這個過程 該減輕的時間 沒減輕 越咳越厲害 那肯定是 就不是一個普通的感冒了 咳嗽聲音特殊 就是用嗓子要發披了的那種咳嗽 對 對 怎麼了 那種是喉嚴 那麼喉嚴 不管你是白天晚上 它都是需要緊急就診的 因為特別重的喉嚴 它可能喉頭水腫 孩子就是有危險的 對 這個我們要知道去就診 因為有的時候 家長可能對這個 不是很察覺 如果晚了還是就是 這個不能耽誤了 是不能耽誤的 對 呼吸肺力 呼吸增壞 呼吸有絲絲的聲音 要去醫院了 當你孩子沒有發燒 但是呼吸你覺得 比平時快的時候 這個是不正常的 那麼它往往意味著 孩子可能有呼吸困難 或者是說孩子沒有發燒 但是他那個就沒法睡 就突然 你就知道給他去就診 或者是做物化西藥 如果沒有你就帶孩子去看 好 我們來再看一下 嘔吐你會怎麼辦 什麼 到什麼程度 你會帶他去醫院 他們兩眼沒有 沒有 是吧 沒有 那我們先說一下沒有 對 但是因為有嘔吐去就診的 家長可真多 也多 因為我們孩子一吐 大多都會精神不太好 吐之前 孩子整個的狀態會比較差 就他有點那個就是像 我們要大人吐之前 就是覺得心慌 心慌就是有點那個 手臂要發涼 臉色不好 我們成人也會一樣 他是一個嘔吐反射造成的 那麼小孩呢就覺得 平時都活蹦亂跳的 他今天突然躺在那不動了 就是好像就是很重 然後吐完以後就好了 所以呢就是 如果家裡面發現這個吐 就是你首先讓他吐完了以後 觀察看看 那觀察觀察 對 吐完了 如果他仍然精神不好 可能在考慮他有沒有重的情況 嘔吐並不可怕 可怕的是他一直吐吐吐 他什麼也吃不進去喝不進去 然後脫水了 對吧 就是給孩子喝不也鹽 這個其實是非常對的 但是為什麼要少量多次 因為吐的孩子 有的時候他吐兩次他特別渴 你給他一杯水 他全喝進去了 完了嘩 全吐了 所以你給他弄一個小藥杯 先喝十毫升 過一會兒再喝十毫升 這樣子就可以 讓他把這個不也鹽進去 那什麼情況是需要去醫院的呢 我們看一下大屏幕 新生兒嘔吐 如果小新生兒的就是 不光是嘔吐 其實他出現任何症狀 如果你沒有把握都要去看 因為太小了 他很多肺炎可能 他也沒有什麼發燒 咳嗽這樣的 就是咱們要急急就診 再一個就是說 剛才我們說 吐之前精神都差 吐了以後 如果還是很萎靡 對 要去了 就不對 對 那麼咱們要警覺一點 還有就是說 嘔吐到特別頻繁 吐到就是什麼都吃不進去 喝不進去 然後孩子 你覺得尿量也非常少 這個時候呢 可能就有吐水了 那麼還有就是剛才 我們講的可能家長擔心的 吐的時候伴有發燒 甚至精覺肯定要去了 那麼吐的時候 伴有發燒也是要去的 腹瀉其實是十一過後 因為有一個游回來 孩子的生活作息 咱們家孩子腹瀉 你會在家怎麼處理 我印象當中 應該有過兩三次 有一次最嚴重是 因為過年的時候 我說也沒地方去 能不能帶孩子 去泡溫泉吧 然後就去泡了個溫泉 回來每兩天 感染了那個很嚴重的 那個專門 倫床病毒 對 倫床病毒 但我們家特別到 倆都下水了 但是有一個中了這個 倫床病毒 啊 媽呀 這是拉的呀 簡直 捲水 就是我第一次能夠體會說 以前說 這個一把水一把尿 給你帶大 你不聽話 第二天就趕快 就帶著老大 就趕快去醫院 但是在那個過程當中 我就不斷地 讓他補充那個 電汁製的水 別脫水了 對 別脫水 小孩其實最怕就是脫水 沒錯 沒錯 他超有心的 大化線 厲害了 這專家指招 寶寶腹瀉怎麼辦 倫床病毒 永遠吸住 就是先說不用去醫院 對 對 我們其實一般的腹瀉 都不太需要去醫院 那麼找找腹瀉的原因 比如說我們出去玩了 吃太多了 孩子也可能拉 比如說像這個 慧珍說是泡溫泉 泡溫泉的 因為他在裡面喝水了 但那水肯定是吃髒的 然後就是這種出現腹瀉 那麼還有的孩子 比如說吃了那個剩的飯 也有這樣子的 就是找一找 為什麼他出現腹瀉 是 回憶一下 找到一個可能的原因 然後 不管哪一種原因 引起來的腹瀉 都可以讓孩子 服醫生菌 醫生菌 覺得是我的罪 對 特別好 就是腹瀉的話 我們還真的不應該 隨便給孩子 服用這種止瀉劑 因為如果它是一個 細菌感染引起來的腹瀉 一般這種腹瀉 一般有發燒 大便會是一種 那種黏的 像那個濃凍一樣的 這種是不要吃緩瀉劑的 所以不管什麼原因 吃醫生菌 都是OK的 那什麼時候 咱們就不能在家裡等了 馬上送醫院呢 我們來看一下大精武 或者脫水的表現 有的 嚴重的一天 就能拉十幾次 那麼如果這個時候 再補充電頸質不夠的話 孩子可能就 有尿不夠 尿少 主要是大家要知道那個脫水 脫水主要是 就是你血液裡面的你的 你的甲和那全丟了 這是非常容易 就是太危險 太危險 因為如果你血液裡面的 你的水裡面的甲和那 丟到了之後 意味著你的心臟 你的就還會心痠 肾痠 所有的問題都來了 陳醫生您見的人也挺多的 但是我覺得慧珍是真的 她真的很厲害 真的 還第一 而且很準 就是判斷得特別準確 不是瞎說的 沒啥事你知道嗎 我就天天就是 真的我就是 就拿手機看那些知識吧 對 所以慧珍我想跟你說 就是以後其實不用到 別的網上去搜索了 就直接關注拜託了媽媽 這個微信公眾號 其實還有電視機前媽媽的女 現在也趕快拿出手機 掃描我們屏幕上面的 這個二維碼 關注拜託了媽媽 微信公眾號 然後您只要回覆 掌知識這三個字 您就可以獲得一本 像這個育兒百科全書一樣的 這個知識大全了 在這裡面有方方面面的 護理孩子的這個知識 還有信心 今天沒做證書 然後呢 慧珍還是很熱愛音樂的 不要忘了她還是一個音樂人 好 最後一集 我們來拍一張照片 說一下我們的口號是 哥媽媽很OK